武汉肺炎疫情扩散 80个城市进入封城管制 中共当局一连封了四个省 湖北 辽宁 安徽 江西 连首都 北京都难逃 在中国大陆营运台商面临重大挑战 多个省事实施 外地员工严密隔离 返家员工居家隔离14天 台商要复工得先进行申请 台湾代工业者7成产能在大陆 鸿海主要位在河南 郑州以及深圳 广达 银叶达 笔电大量产能在重庆 人保笔电生产在四川 成都 伪创在重庆 江苏 广东 核数iPhone组装则在昆山以及上海 第一季是电子业接单 产品打烊重要阶段 好先接第二季大规模生产 疫情问题蔓延下 营运以中国为主的台商 短期获利存在极大下修风险 每一证券点名联发科大力光 稳貌所受的获利冲击最大 大力光全年EPS减损一个百分点 联发科稳貌的每股权益损失幅度 达到5.4和5个百分点 整个能力的调配上还是比较不是很顺 那另外的话在整个经过这么一长假的一个情况之下 后续来看整个这个整个调量率的一个部分 也是近期来讲需要做一个观察的重点 可能能力密集的这些产业的话 短线上来看冲击还是有的 台股周一开盘三大全职股都呈现下措 中国大陆电子业面临锻炼危机 人保宣布延后开工时间到2月17号 而路透报道 鸿海郑州厂取得复工申请 深圳厂还在协调中 鸿海日前声明复工营运时间 依照当地政府规定办理 做好人员安全准备 新台电视池田丽沈为同台湾台北报道